明朝历史276年 拥有16位皇帝 每一位皇帝的名字背后 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历史和故事 然而 当我们把这些名字连起来读时 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现象令人惊叹 也引发无数历史爱好者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秘密 隐藏在这16个名字之中 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 在中国历史上 很少有皇帝的出身 能够如朱元璋般地位 他出生于安徽凤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原名朱崇八 小时候因家贫而被送到寺庙当和尚 然而 命运的转折在他18岁时来临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 天下大乱 朱崇八加入了反抗元朝统治的红金军 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 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底层百姓的苦难 为他日后的统治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动荡的年代里 朱崇八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头脑 他很快就在起义军中脱颖而出 得到了领袖郭子兴的赏识 郭子兴不仅将自己的义女许配给他 还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 朱元璋 这个名字寓意深远 朱姓谐音 朱 元 指元朝 张 是一种锋利的玉器 暗示着他将成为朱灭元朝的戾气 这个改名不仅体现了郭子兴对朱元璋的期望 也反映了当时起义军反抗元朝统治的决心 朱元璋没有辜负郭子兴的期望 他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先后击败了陈有亮 张世成等割据势力 最终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 实现了从放牛娃到皇帝的传奇逆袭 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朱元璋坚毅果断的性格 也让他深知全力来之不易 因此在后来的统治中 他格外注重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和延续王朝的命运 然而坐上农椅的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心 恰恰相反 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权力稳固的担忧 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皇帝 他深知自己缺乏传统世家大族的支持 也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种焦虑趋使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朱元璋的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 新兴王朝普遍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他们往往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 亲自处理朝政 设立几一位监视百官 实行严厉的停障制度 惩治官员 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加强了皇权 但也为日后明朝的政治僵化埋下了隐患 朱元璋的这些做法虽然看似强硬 但也反映了他对权力的深刻理解和对官僚体系潜在威胁的警惕 他希望通过这些制度设计来确保皇权的绝对性 防止出现如同前朝那样权臣专政的局面 除了政治上的强硬手段 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形象 他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编撰大名律 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教养 有文化的君主形象 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也是为了向民间传达一种新的统治理念 即明朝的统治既有武力基础 也有文化内涵 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出身的部族 建立一个既强大又文明的帝国形象 在强化当下统治的同时 朱元璋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未来 他希望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能够世代相传 绵延不绝 为此他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 通过严格的命名规则来约束和引导子孙后代 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体现了朱元璋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运用 以及他对王朝长治久安的深切渴望 朱元璋制定的这套命名规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 五行 集金 木 水 火 土 被认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 朱元璋巧妙地将这个概念融入到了皇室的命名体系中 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也显示了他试图将皇室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雄心 通过这种方式 朱元璋希望赋予皇室统治以某种神圣性和必然性 根据这个规则 朱元璋的子被名字多用 木 子 如朱镖 朱地等 孙辈则多用 火 子 如朱允文 朱高赤 再往后依此为土 如朱瞻鸡 金 如朱其震 水 如朱渐深 然后又回到墓 如此循环往复 这种周而复始的命名方式 不仅体现了武航相生的哲学思想 也暗示着朱家江山将如同宇宙运转般生生不息 同时它还起到了区分辈分的作用 使得庞大的皇室宗亲系统井然有序 这种精心设计的命名系统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朱元璋对未来的规划和掌控欲望 朱元璋的苦心设计看似周全 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 这套制度在未来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为了确保皇室血脉的延续 朱元璋还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 朱家后代不需要自己挣钱 所有的开销都有朝廷负担 包括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甚至死后的安葬费用 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皇室的尊严和地位 同时也避免皇室成员因经济问题而产生不满或参与政治斗争 这项政策初衷是好的 朱元璋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免于生计之忧 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效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这反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朱元璋本人就有26个儿子 他的子孙们在无需为生计操劳的情况下 繁衍速度惊人 到了明朝中后期 皇室宗亲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据估计可能超过了百万 这种人口激增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也导致了大量皇室成员游手好闲 成为社会的负担 庞大的皇室人口 不仅给国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还导致了命名上的困难 随着人口的增加 常用字很快就被用尽了 皇室成员的名字变得越来越生僻 甚至出现了自造字的情况 这种现象反映了朱元璋原本用来维护皇室尊严和秩序的制度 在后世反而成为了一种束缚和负担 同时 庞大的皇室人口也加剧了皇位继承的争夺 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反而威胁到了王朝的稳定 随着朱家子孙的激增 按照五行取名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最初几代的名字还比较常见 如朱镖、朱蒂、朱高尺等 但到了后期 为了避免崇明并遵守组织 名字变得越来越偏僻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皇室人口的快速增长 也体现了朱元璋制定的命名规则 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的挑战 名字作为一个人身份的象征 本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美感 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变成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 例如 明孝宗朱又堂的名字中的 堂、字 就已经是一个较为罕见的字 到了更晚的七七 甚至连 追 这样粗鄙的字都被用上了 然而 即便如此 可用的字还是不够 这种情况 不仅给皇室成员带来了困扰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 一个难以读写的名字 可能会给日常生活和社交带来诸多不便 甚至可能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被提出 自造字 于是 一些前所未见的新字出现了 如 细 雷 等 然而 这些自造字后来被清朝的学者用来翻译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名称 这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这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命名的压力 但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室名字的复杂性和难读性 同时 这种做法也反映了明朝后期制度僵化的一个缩影 即面对新问题时 更倾向于在旧框架内寻找解决方案 而非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这种命名困境不仅体现了朱元璋制定的规则的局限性 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明朝后期日以僵化的政治体制 名字本应是对一个人的期许和认同 但在这种情况下 却变成了一种束缚和负担 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制度设计的复杂性 即一个最初看似合理的制度 在长期实践中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朱元璋的命名规则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最终却成为了皇室的一种负担 甚至可能影响了明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朱元璋通过五行命名规则所体现的帝王之道 既展现了他的远见着实 也暴露了其统治思维的局限性 这套精心设计的制度 原本是为了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 却在后世演变成了一种负担 它不仅没能阻止明朝的衰落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个过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精巧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取代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